第44章 回归元宇宙 罗峰知道星空巨兽联盟十足有意将自己吸纳 可没想到开口便这么狠 没有 罗峰也直接道 开玩笑 人类族群带自己不薄 而且十万年发展下来 地球人类早就遍布前屋宇宙国各地 早就融合尽大家庭 而且罗家现如今根系也延伸向各个区域 自己说脱离人类族群就脱离吗 父母妻子他们怎么办 哦 我忘记你修炼岁月还短 十足一正点头道 你的亲人朋友等都还在 嗯 罗峰点头 这样吧 十足又道 你的金角巨兽分身加入我星空巨兽联盟 以你之前说的金风尊者身份存在 这样也不影响你在人类族群一地 像你在原始星 既可以以人类身份去向人类族群求援 也能以星空巨兽身份向我联盟求援 从此 你有两方势力当后盾 可同样 罗峰道 有两方责任 加入势力 有好处 可也有责任 这十足为什么想让自己参加 罗峰当然懂 一旦自己跨宇宙尊者级 再加上生命基因层次过万倍 那么神体将会接近一些宇宙之主 再配合宇宙之主究极秘法 配合顶级质宝套装 巅峰质宝等等 战力将会极强 一旦跨入宇宙之主级 便将媲美 混沌成竹等一些最顶尖的宇宙之主 加上罗峰背后 还有一位坐山客 如此战力 岂能不拉拢 对 联盟势力 给予你帮助 自然也需要你担当责任 十足看着罗峰 实力越强 责任越大 你怎么想 没问题 责任我担得起 罗峰微笑点头 好 十足满意点头 强者图上 给自己多一条后路 毕竟是好事 一旦某时陷入危境 鸿蒙又帮之不及 还有星空巨兽联盟吗 而且罗峰去过一次星空神山 相比于人类族群内部的等级森严 这星空巨兽联盟反而更加如兄弟般 正当始祖 罗峰正弹拢的时候 远处坐山客走了过来 没听到你俩说什么 可看表情星空十足 看来你是拉拢成功了 坐山客很快走来了 老师 罗峰行礼 罗峰 这老家伙有没有给你好处啊 坐山客直接道 粗俗 直接 罗峰也聪明 连接道 还没呢 坐山客立即转头瞪眼 族内出现个有潜力的宇宙尊者 你们星空巨兽联盟 肯定赐予宇宙至宝的吧 怎么 我徒弟加入你们星空巨兽联盟 是你们星空巨兽的福气 也让你们联盟多了一员战将 竟然一件至宝都没有 之前 十足有些错愕 别跟我说兽神甲 那是你输的 坐山客直接道 可不是你们星空巨兽联盟 给罗峰的 十足的确很无奈 联盟赐予至宝的规矩 一般是某个有潜力的宇宙尊者 假设这宇宙尊者没有至宝护身 这才会赐予 若是已经有了 一般星空巨兽联盟 就不会多浪费至宝了 还是需要靠对族群的贡献来换取的 而罗峰有顶级套装质保在身 显然不缺质保 哈哈 说的也有理 现在罗峰已是宇宙霸主中顶尖的 加入我星空巨兽联盟 是值得庆贺的事 十足看向罗峰 罗峰 你也知道 不管哪一方势力都是以贡献换取质保的 而有潜力的即使赐予质保 也不会太贵重 罗峰点头 向费晶王 仅仅一件普通质保铠甲 免费赐予的 一般都不会太贵重 你金角巨兽分身 已经不缺质保 而你人类本尊现在 更适合进身战 而我听说 你过去一直使用念力兵器 我便赐予你一件高等质保 进战兵器吧 师祖道 谢师祖 罗峰当即道 白来的 岂能不要 一件高等质保 进战兵器 算不错了 真小气 做山客却是在一旁嘀咕 做山客 我可是有一个星空巨兽联盟 无数强者需要照顾 哪像你独来独往 没有负担 师祖无奈道 若是嫌我给的不够好 你这个当老师的 应该给更好的 放心 我给的肯定比你的好 做山客却是在一旁 故意看师祖笑话 师祖很是无奈 你需要什么进战兵器 师祖看向罗峰 道 罗峰道 最好是这种样式 单手指向半空 神力弥漫 直接凝聚成一柄 血影战刀外形 绝对一模一样的没有 不过 这柄你看如何 师祖右手一翻 便直接将藏在宇宙 另外一处的一件质宝 直接挪移过来 手柄是完全橙子黑色 上面有着复杂的雕刻花纹 刀刃部分则是略带弧度 论刀刃和把柄的比例 若说血影战单 是单手战刀 这柄战刀更类似双手战刀 有点像华夏国历史上的斩马刀样式 刀刃部分 很接近你需要的战刀样式 只是手柄更长些 师祖道 不错 罗峰眼睛一亮 这柄战刀 要比血影战刀 更争明显 拿去 师祖微笑着 那柄古刀 直接飞向罗峰 罗峰伸手 接过神力 直接渗透进入 同时一股讯息 传递进入意识 此刀 本名斩月 斩月 罗峰抓着斩月刀 随手划过空间 撕拉 空间中 隐隐有着窃痕 令罗峰愈加满意 仿佛地球时代 自己第一次使用 血影战刀的感觉一般 让人为之激动 这是我星空巨兽 联盟的一些资料 师祖随手一扔 一本金色书籍飞来 我星空巨兽 联盟除了总部 星空神山外 还有多个聚集地 每个聚集地 都有通往 星空神山的 传送通道 你可以在一些 聚集地留下信物 便可随时传送到 聚集地 赶往星空神山 还有 有时间 回一趟 星空神山 至少你得得到 你金角一脉 金角之主 炫灭之主的信物 有危险 可以请他们俩帮忙 按照规矩 你是算 金角巨兽一脉的 师祖道 明白 罗锋点头 星空巨兽联盟 分很多脉 自己这一脉的首领 就是金角之主 炫灭之主了 没事 我就带罗锋 离开了 坐山客 开口道 没事了 师祖微笑点头 我送你们回去 更快点 轰轰 瞬间 时空扭转 茫茫 星空中 突兀出现两道身影 一是罗锋 一是坐山客 我们已经回原宇宙了 我暂时将宇宙运转 规则给格离开 坐山客 看向罗锋 等会儿 宇宙运转规则 感应到你生命基因层次变化 便会令你的金角巨兽 发生蜕变 身体暴涨 短时间达到完美身体地步 和上次很像 只是这次没有天赋秘法赐予 没天赋秘法赐予 罗锋一正 有些失望 对 坐山客点头 最强天赋秘法赐予 是每个达到完美生命基因层次的强者的一次际遇 他们一时会被吸引到宇宙本源核心得到传承 这是意识得到传承 你的意识已经得到传承了一次 无法再去得到第二次传承 每个生命只有一次机会 罗锋恍然 其实对你也没意义 坐山客摇头道 有一最强天赋秘法已经足够使用 更何况你已误出宇宙之主究极秘法 若是还需要秘法将来再创造就是了 罗锋点头 带得你能驱使星辰塔 星辰塔的威能极强 哪还需要最强天赋秘法 坐山客笑着 你能将星辰塔上蕴含的复杂秘法一个个能驱动了 驱动越多威能越强 比什么天赋秘法都要好 罗锋点头 即使自己在秘法上造诣极高 可行尘塔上的秘文雕刻 以罗锋现在的眼光来看 依旧深不可测 至强至宝 的确不一般 将来若是能使用星辰塔 就像坐山客说的 需要做的就是努力驱动星辰塔上的秘法 令星辰塔位能尽量大的发挥了 这是一领牌 坐山客仍给罗锋一仿佛青石雕刻的试牌 罗锋接过 领牌经过我特别炼制 都能算是件普通至宝了 你要联系我 一时进入其中传递讯 我即可收到 坐山客道 是 罗锋应道 嗯 你回神国吧 等会神体从一千公里暴涨到九万多公里 需要很多能量 而这些能量都是你自己需要准备的 坐山客道 罗锋点头 他也有经验 宇宙运转规则 只是令神体净化 至于净化所需要能量 的确是自己的 上次幽海分身净化吸纳的 就是世界之力 去吧 坐山客吩咐 是 罗锋已然能够清晰感应到自己的神国 也能感应地球人本尊的位置 顿时 地球人本尊派出一名不朽奴仆 开启神国 传颂直接赶来 哦 在碧绿色神国传颂的光芒中 罗锋迅速离开 罗锋在空间乱流中连续三个瞬移 迅速回到了自己的神国中 他已经感觉到宇宙运转规则的威压了 轰隆 吼 穿着瘦神甲的金角巨兽 站在无尽幽海上 空仰头发出咆哮 霹里啪啦 筋骨 尖角 肌肉等等 进阶开始猛地变大 同时也汹涌地 吸收着无尽幽海中的大量神力 令金角巨兽长度不断变大 开玩笑 开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